天气渐凉进入秋季 不过各式各样的流行病毒接连爆发 各大医疗院所有限挂号潮 最近各级学校开学 流感病例随之攀升 A型流感 肠病毒 腺病毒成为学童最容易中的病毒 刚刚进入秋季 所以的话夏天的病毒还在 秋冬季节的病毒就跟着又来了 腺病毒的话它当然比较有特殊特征 就是它会发高烧 然后它眼睛会红 诺罗病毒现在也开始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的话 一开始就是可能会发烧 但是都是吐得很严重 疫情过后全民偿还免疫负债 避免流感找上门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卫生 大家就把在COVID-19防范的那一段 时间的那个精神给它拿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些病毒跟病菌都是接触 或是飞沫传染的几率是最高的 亲洗手戴口罩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而是事实上真的还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一时忧心 目前刚迈入秋季 未来几个月流感病例很可能持续增加 疾管署也预期 未来三周疫情呈现上升趋势 民众得做好自我保护 大爱新闻 周末如梁家明台北报道 。 Ajah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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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